余文文女士有请 来 余文文跟我们现场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非常开心 作为菲罗加代言人来到上海 来到菲罗加的发布会跟那亚见面 好 文文想现场的各位呢 肯定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能够让菲罗加和你促成了这次合作 我觉得首先呢 是我本身就有使用过菲罗加的面膜 还有面霜这样的产品 然后后来经过了解 我了解了菲罗加品牌的一些历史 然后经过朋友过介绍 很多专业科研后的一些效果 然后本身我自己使用后呢 也是有过一些明显的改善 所以我能够非常荣幸的担任菲罗加品牌代言人 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对 就是用过有发言权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代言人 刚刚您说了 用过菲罗加的产品 能不能推荐几个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平时可以坚持使用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明星产品的那个面膜 还有面霜 对 十全大补面膜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补 非常自补 我觉得面膜是一个很必须我对于我来讲 日常消耗量非常大的一个产品吧 不管是早上起来还是睡前 或者说拍戏前参加活动前 包括今天早上 用一个之后都会多少除了这个面膜本身的功效之外 心理作用可能也会有让我心安的感觉 对 就今天上场之前还用了一片 对 今天早上 或者擦了一下 今天早上 上妆之前用完面膜之后 就是会比不用服贴一些 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效果 好 面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天猫旗舰店上进行购买 刚刚是跟文文了解到了 他跟品牌之间的一些渊源 那产品和余文文碰撞在一起 会有怎样精彩的其他的经验的效果呢 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共同来了解 来 我们分别是从时间 历练和咒文的这三个角度 我们先来说一说时间吧 其实我这些年越来越发现 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们 她们对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她们有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而且我发现她们身上越来有一种 就是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学到的魅力 叫自洽 她们能够从时间当中去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并且把它们成为自己的一种能力也好 一种成长的材料也好 在不断地汲取的这些养分 所以说呢 第一个问题想问问台上的四位 你们最希望时间带给你们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请文文先说吧 主持人刚刚说我们随时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实话 我觉得我经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小时候曾经特别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变 而且随着自己位置的不同 这个东西也会变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小时候 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目标 我要站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面 我要去给万人唱歌 为他们表演 或者说我要在大荧幕上 我要去我要拍戏 我要演电影 那个时候是我很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当然那个时候的这些想法 对于我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 还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来讲 是非常不现实的 然后我会 我自己 我特别相信一个东西叫吸引力法则 我特别地坚信 我一定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他经过时间的沉淀 和当然自己的努力 和那种信念感 就真的发生了 但是呢 当我真正地站在了那个舞台上 去给那么多人唱歌的时候 那一刻我又在想 那我下一步要什么 我的那个目标 和我想要的东西又变了 可能那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每天就是重复的工作 大量的工作同时涌来 有的时候会没有时间 去想自己真正的想 下一步想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高度跟目标 所以我 我现在反而是需要 自己的时间去沉淀 然后去想清楚 下一步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再朝着一个 全新的目标 再去 回到最初拥有 梦想的那颗初心 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个坚定感 和那种信念感 才是驱使我 达到下一个目标的动力 其实我们听明白了 从时间当中 我们所得到的 最重要的一种财富 叫做历练 我们讲人生 就是在一个 捡珍珠的过程当中 逐渐地走过的 我们所得大的一个成绩 就是一颗珍珠 那珍珠它的形成 也是需要自身的一种历练 磨练才能成长 所以我们在等待着 下一个成就到来之前 我们要等待 那个成就 再逐渐成长的过程 我们才能把它捡起来 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笔财富 谢谢 陈杰呢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文文刚才说的那个词 沉淀 因为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的年龄 可能要比文文 还要大上挺多的 各位呢 都是各自领域当中 非常出类拔萃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成功的背后 肯定经历很多东西 比如说有机遇 幸运 迷茫 也有自己的努力 当然有很多的失败 还有千帆过境的 这些沉淀 这些历练 我特别的好奇 在座的各位 你们在这么长的人生 岁月当中 有没有哪一次的逆风 让你们印象很深刻 怎么度过的 给自己带来了 怎样人生的启示 我们还是请文文先说吧 逆境吗 我可能觉得过来的就 我不想去多想 可能对我来讲 永远是现在吧 逆境可能 最逆境的可能都是现在 比如说当下 因为我一直在尝试 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思考的人 我可能睡觉很少 思考很多 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所以需要靠十全大博面膜 来帮我 帮我完成这些 我的这个 我这种性格吧 其实我喜欢思考 而且我经常思考 比如说天马行为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就像刚刚佟姐有说 她有她自己的一个意义 我想为祖国奋斗50年 那我的 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我接下来想做什么 也许我突然间想去 享受人生 刚刚佟姐说的很对 人生 不过三万多天 非常非常的短 那除了工作之外 是不是享受人生 或者说 享受活着 是一种意义 然后接下来 又给自己派了一样 什么样的任务 我之前可能是创作 创作出自己的作品 或者说把逆境 写在作品里面 然后让大家知道 然后去激励更多的人 去鼓励更多的人 希望他们能 从他们的逆境里面出来 通过听我的 看我的作品 当做一段时间 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在想下一个 我能为大家 做些什么的东西 也许是创业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会有 我就是不停地在 去想做对更多的事情 天马情况的一些想法 我发现人生可能 就是像打怪一样 有的时候赢了 我们就闯过去了 输了 被打趴下来 我们再站起来 对吧 里见有首歌叫门 就是你穿过这个门 又一道门 就是风景 对吧 穿过去了 那个就是门 穿不过去 可能就是砍 但是不管 对 但不如这个砍怎么样 我们总是有方法 能够战胜它 对 我觉得 就这个世界那么大 我就是想不停地去体验 因为我觉得人活着 就是要去体验 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 体验不同的行业 不同 经历不同的人 交不同的朋友 可以体验体验主持人 我感觉主持人这个工作 还没跨越那道门 那道坎 我想再跨远一点 去尝试别的 别的事情 我们期待着 期待着看看下一个 这个斜杠青年的下一个身份 到底是什么 人的时间和心力 是不太一样 四年 我们开始做天猫国际 的时候 然后我的一个客户 他就是一个佳能的打工仔 就佳能 相机的打工仔 他因为工作四年 老板对他不满意 他就发了一个全员的邮件 告诉所有人 我对这个老板不满意 然后他就职场就混不下去了 他就没有什么能力 他就开始做香港代购 然后2014年 2015年 国家出了代购政策 他现在资产上亿 去年一年的销售额 在七个亿 就是那些都是逆境 但是逆境之后 如果我常常跟我的团队讲 碰到逆境的时候 有几件事是可以干的 第一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运动 回应主持人第一个题 你只要活得足够久 你都可以看见 这个逆境在两三年之后 成为一个新的转机 没有人有前后眼 你所有的痛苦 都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带来的 只要你把那价值观改变 你现在经历的事都是好的 我也看繁华 我看潘经理那个金凤凰倒了 又来了一个大老板 拿到了双倍工资 双倍年薪 还给了分红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 恭喜你 所以这就是我想分享 是 皱纹是怎么定义 和怎么看待的 文文 我吗 我有皱纹吗 我用了费洛家 我怎么能有皱纹呢 没有没有 我觉得皱纹离我 还有个纪念 让我多用几年 费洛家 应该还能再延迟几年 延迟到 最起码得有 等到创业 延迟到那个 换代言人的时候 对 等到创业的时候 好 我们也特别的相信 每一个女性 都是独一无二的 岁月将会带领着大家 给我们的一切 你的苦难也好 你的成长也好 那都是能够丰富 我们人生的 一种宝贵的财富 再次把掌声 送给台上的四位 谢谢 谢谢